VBS 讓你搞定唱歌這件事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生日平老師 利友老師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李坤老師 大家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OK 我們現在要幹嘛呢 我們現在來reaction 就是要看一些好看的表演 歌唱相關類型的表演 他可能會唱得很有風格啊 很厲害啊 或是唱歌的那個發聲記錄特別的強 然後一起來看一看他們的演出這樣子 那李坤你最近有沒有 就是知道有個節目叫做深深不息對不對 當然啊 很火欸 喔 你知道是不是 他是在長沙錄製的 當然知道 OK 瞭解 身邊還有朋友去看了現場 回來跟我說 哇靠 音樂都很厲害 真的喔 現場的那個資格是怎麼樣獲取啊 一定要是長沙本地的戶口嗎 就跟考北大跟慶華一樣 哈哈哈哈 需要有房地戶口嗎 沒有 他官方有一個那個預約的 然後他就抽獎 抽獎 抽到你就去這樣 喔 所以是用抽的去的就對了 對對 還是說是用付錢的這樣的人去 然後去哭一下 哈哈哈哈 那我就不知道了 他們不都說有發嗎 就是像之前歌手都會有發一些 可能情緒表達比較豐沛的那些 比較感性 對 比較感性的 像漫漫啊 對不對 就聽了聽了就哭了嘛 我踢踩了 真的假的 你在哭嗎 你在幹嘛啦 就是這類的那種聽眾去現場去聆聽那些歌手唱歌這樣子 對 那可能他在填那個就是說我要去報名 他裡面就有填我比較愛哭這樣子 然後就被錄進去 你是否接受過專業的演員訓練班10秒落淚 還是20秒落淚 請自己彈告 這樣 反正就是那些歌呢 他都是我們小時候聽過的 所以這個節目其實從 我覺得從港月季 然後到今年的這個寶島季 其實是充滿了 回憶殺的 當然 真的耶 就是我看的時候我都會莫名其妙耶 就反正特別的感動 有種感動的感覺 我覺得你沒有什麼靈魂 因為我剛剛說充滿了回憶殺 你的反應是這樣 當然啊 我的回憶殺 最有回憶殺的就是 陶澤的一專 其實 因為我在聽到陶澤那一專之前啊 我大概聽的華語歌會比較鎖定在一些 聲音要很powerful的一些歌手 比如說什麼張惠妹啦 比如說 像那音那個時候我也特別喜歡聽 特別會喊的那種 不是喊啦 就是比較powerful的聲音啦 然後是陶澤那一張專輯 讓我第一次覺得 哇 怎麼會有這麼驚豔的Vocal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你知道啊 對 所以那張專輯我覺得 應該是我所有的CD送到裡面 被播放過最多次的一張專輯 所以那個充滿了回憶殺 而且它伴隨著我一直從高中 一直聽到大學 都一直喔 中間都一直會聽這張專輯 當然啦 比如說高中就會什麼初戀嘛 大學也會有 做一些什麼壞事的時候 其實都會是帶有這個音樂的陪伴底下去做的 所以每次聽到這張專輯呢 就會想到那些 嗯 那些事情 你幹壞事的時候會聽哪首歌 你幹壞事的時候就會聽網吧幹 哈哈哈哈 我是不亂講的啦 我是不亂講 就是他們在播這個歌 然後可能會再幹壞事這樣子 欸 說起陶喆的話 我記得好像他跟你 好像是還是同一個老師的 我跟你講沒錯 我那個時候就是還去LA找陶喆的Vocal coach 然後再來上課 你知道那個老師有多誇張嗎 那老師不只是陶喆老師 那個時候年代還有什麼 LA boys 你知道嗎 完蛋了 沒共鳴 好 張惠妹你知道了吧 蕭亞軒你知道吧 孫燕子你知道嗎 范曉軒你知道嗎 范曉軒你知道嗎 對不對 對啊 他是這些人的老師 可是他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他是一個白人 他不會講中文 喔 對 他從頭到頭都是英文授課的 可是他卻有非常多亞洲的學生 而且不只是在台灣喔 他還有SES你知道嗎 SES HOT 好 算了 謝謝啊 我哈喊的比較早 就是韓國的團體 那個時候的那些偶像團體 也都是有在跟他上課的 喔 那真是名師耶 還有必有 還有必有 沒有啦 我就是 就是沒有辦法混出個名堂 就只好來交唱 哈哈哈 沒有那個運氣啦 欸 可是話說 張惠妹為什麼今年就沒有來啊 而且周杰倫也沒有來 而且我認為應該會 加總起來會蠻精彩的一些人 好像都沒有在這個節目裡面出現 我覺得今年的咖也還不錯啊 就比如說什麼 詹少涵啊 然後還有艾怡良 魏如軒這些 其實我都聽過他們很大 很多歌耶 嗯嗯嗯嗯嗯嗯 對 所以其實不錯 不是還有你學生嗎 你不記得了 陳麗農 還記得嗎 有的 我也是後來發現說 哇 農農他有趣耶 我覺得 喔 好酷喔 要不今天我們就reaction 他的唱歌 我們現在要自己 VBS宣傳自己是不是 沒錯啊 他跟那個 那個印堂少女 那個叫什麼 陳作璇 唱的那個其實 流量很高喔 他那一段那個片段 對啊 那我們今天到底要reaction哪個片段 劉坤老師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要reaction就是要從 眾多流量很高的歌曲團中 挑一首 就是比較靠前的 這是我的處女座拍的那個人 你知道是誰嗎 張傑 花花 我以為是 喔 花花 OK 對 了解了解 花花她在節目裡面唱的 好像是 陳小春的歌對不對 沒錯沒錯 對吧 很好聽的一首 很好聽的一首歌 好 那不然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來聽聽看這個歌好了 我們來reaction一下 OK 喔 周杰倫的歌嘛 對不對 陳小春 沒錯 我 算你很那張裡面的慢歌 她有 特殊待遇耶 就她一個人是黑白濾鏡 對耶 就只有這一段有好像 她味道了 無難小王子啦 對啦 嗯 沿沫在城市裡 看不見的星星 其實仍在守著你 她有感 感一點點 嗯 你願不願意 你轉時間 對 跟原曲真的差 感覺差蠻多的 是的 喔 音量計畫很豐富 她咬字的那個風格就是 你自己傷心 好複雜的 情緒 轉調 過去往往總是過不去 流程現在最痛的印記 還是光明會 所以 我一句 又一句 又一句 對不起 你救不了我 我完不回你 人一生能有幾次的可惜 嗯 我想我的眼睛已 哇 寫了地 眼神人靜 忽然想起 既定有幸福 她很適合唱這麼慢的歌啊 我覺得她好好聽喔 對 我也覺得 她自己的歌好像不太多耶 這種慢的 對 因為 都說她是很搖滾歌手 出琴尿鬼 也可以啊 琴哥這個很好聽 好像她幾次比較驚豔的 就是比如說自己人的歌手 我覺得也是唱很多 翻唱國的歌 我覺得很難 喔 預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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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趁愛你落地 其實 我為你高興 為自己傷心 沒錯 好複雜的情緒 又來了 一種雕耳 過去 许往往总是过不去 流成现在最痛的印尽 做一句又一句 对不起 你就不了我 无安不会迷你 超级 好好叮哦 哇 这舞美好好看 当时的决定没忘记 哇 好难受哦 眼睛下面又是眼睛 眼神人静 忽然想起 很好听啊我觉得 我也觉得 一定要祝福 祝福 再次祝福 好听 很好听 哇哦 我觉得他把这个歌唱得很好听 是另外一种感觉 跟陈小春的感觉不一样 陈小春就是备胎版 陈小春就是备胎歌手啊 你看他唱的歌 好听好听 没错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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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真的很赞 我听完这个歌 我觉得他的表演 整个人整个心情就 情细荡下来了 有有有 还蛮荡的 我觉得有被他抓进去 然后整个歌的表演 就很揪心啊 大家应该都有 人生有这种感觉吧 就是 获得不到的 可是却 又不舍得 然后 恨得 然后 还要假装祝福的感觉 不行 要真心的 其实我感觉 到最后的那个moment 这个表演的结尾的时候 是真的很 真心的去祝福 他能够获得 下一段更好的恋情 自己经历痛苦之后 撕心裂肺 然后最后孝子说出 你一定要幸福 对啊 他的起承转合 整个到结尾的时候 我有被他 那个感动到的点 就在 他最后把情绪放下来 然后走到一个 真心祝福的时候 他那个感觉是 还蛮诚恳的 我觉得 嗯 然后他的版本 我觉得跟 陈小春最大的差别就是 就是陈小春也很好听 其实是另外一种 比较朴实的一种 情绪表达上面的风格 然后花花好像把原本 这个歌 可以表现了更多的 空间 因为他发生的技术 再更全面一点点 所以他做的东西 哇 其实真的 没有想过这个歌 会长这个样子 我觉得 嗯 有兴趣的同学呢 欢迎录一段主歌副歌 并简单描述一下 你在歌唱上的问题呢 发到我们的信箱 就有机会呢 在下支影片 帮你解决哦 然后呢 我看完最大的感想就是 我觉得那个舞台的设计 还有他歌曲段落 那个情绪表达的设计 都是非常的丰富呢 也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 我会发现他进去 就是黑白的 进去黑白的 那种感觉 感觉就是他就 陷在回忆里面 然后在 克制自己那种感觉 他唱到前面主歌的时候 我一度以为他的 那个招牌性的 那个高看的声音要出来了 但是我发现他没有 他这次没有 他在克制他自己 嗯 然后等呢 画面回到了正常的颜色的时候呢 感觉是带到了他现实 他现状 然后他经历了一段 撕心裂肺的表达之后呢 然后最后结尾祝福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小细节 不知道观众看到没有 他那个一定要幸福 是笑着说出来的 那我觉得他在那一刻 他释怀了 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完整的表演 不单是唱功上的 他的舞台设计啊 包括他的歌曲段落的处理 我觉得都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嗯 所以说整个下来我觉得 哇哦 特别的震撼 这样子 好 那我觉得一开口啊 他那个开始的地方 其实有一个地方 其实有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 音量的那个 也是很勾人 他的音量的那个 control在那个 嗯 那个地方 然后后面就更 音量的那个安排就更复杂 他就有那种 就是那个细节上面我觉得 从开歌其实就很勾人 每一首歌的开头跟结尾 其实是一个留下印象很关键的 两个地方 没错 如果一般学生 比如说他们在唱的时候 可能就会唱的是 淹没在城市里 看不见的星星 会有那个音量的起伏 但是通常大家不会 把音量的那个计划 想象成这么的夸张 有这么大的dynamics 上面的那个change 那个浮动 其实那个浮动越多的话 会让你很像一个乐器 比如说弦乐器 如果你想练这个音量的这种改变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用一个卷舌的r去带 这样子 用模拟乐器的方式 让自己的人生 有那个很明显的那个音量的那个起伏 我觉得这是一个模拟的方法 感觉一下就 让那些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的那些频频的声音 一下就变得容易被注意到了 对啦 所以其实就是模拟乐器 其实向来我都是蛮建议学生可以去 听听看乐器乐 怎么去在音量上面有些动态 然后怎么表现 因为器乐它没有字嘛 所以它就只能 很多时候它的音色也是挺固定的 比如说二虎 它就是那个声音 那它会做很多的细分 都是在那个音量上面来演戏 所以你从乐器上面 可以获得蛮多有关于音量计划上面 怎么样可以对于一个人 启发 对对对的那个产生情绪的一种启发 然后呢我听到的呢 其实就是 我这个人比较俗 因为我就只听到那个高音的部分 对啊 然后我听到后面高音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大家要唱花花的歌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个 就是我之前影片里面有提到过 它的声音呢就很容易很高抗 然后特别的激烈 那这件事情呢 它在那里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唱 其实我是觉得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之前九宫阁的那个学习法里面提到过 它如果说是猴头偏高 然后我们拉伸的月景的话呢 那个负面的情绪 它就会变得很重 它会产生负面的情绪 然后散散的呢 就会产生正面的情绪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情绪就是要用这种声音 反而才会比较容易能体现出来 那如果说大家要这么唱的话 可以用弹唇的练习 我们把弹唇拉得比较紧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是 然后呢 对对对对对对 对这样子的话 其实蛮安全的 因为你的弹唇 那个拉伸跟空气的平衡 就可以比较好保留 我觉得 对对对 然后记住要稍微拉紧一点点 那么它唱起来可能会像是 人生能有几次的可惜 我想我的眼睛已写了地 眼神热静 忽然想起 一定要幸福 当时的约定 没忘记 哦 很好听耶 痴心裂肺 有 完全有 有那个感觉 而且那个张力跟那个空气之间的平衡 其实就是一旦把它卡对了之后 真的很有那个感觉 情绪就出来了 他就要比较紧的那里 就要比较紧 对对对 确实要比较紧 好 但讲到拉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往期拍的视频 就是我的那个处女秀第一期 其实就有讲到花花的这个技能哦 哈哈哈 对啦就是那个李坤刺哥 不是李坤什么李坤刺 李坤刺哥王系列 他有拍过那个华晨宇啦 没错 对啊所以你看光是花花这一段 其实就我觉得啦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 那里面这第一期的时候 我记得还有张杰 张杰也是不错的 欸你不是 你有拍过张杰的嘛 对对对我也拍过 大家也去看一下 哈哈哈 现在是结果辨识 大家去看一下别的 不是 所以大家如果说 这个声声不息的节目 未来有什么播出的时候 大家觉得看到有什么 特别想我们来reaction的 大家都可以在那个评论区 或者是弹幕啊 或者是留言区 可以cue我们 我们就会 嗯 参考你的意见 试试看来做做看这个reaction 没错 好的那VBS 让你赶紧唱歌这件事 我是你们今天的声音频道老师 Leo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你的声音频道老师 我是你的声音频道老师李坤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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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